两队的美食比拼将正式开始 你们需要将阿根廷与中国美食进行口味融合 现实研发新菜品 36小时后举办一场美食品见会 为了帮助各位研发新菜品 我们请来了三位美食大厨 每队三人要分别跟随三位不同大厨学习 而两队中一旦选择了同一位大厨的两位学员 将自动组成对手 今天大厨的匹配规则是 你们互相为对方成员选择大厨 接下来各位请看我们的厨师信息 好紧张 首先是我们的第一位厨师 帅 谈红菠 姜浙菜 厨师界的钟翰良 是有点像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位厨师 不一样的新金菜 新金菜 新金菜是北京菜吗 应该是 最后是我们的第三位厨师 餐桌达芬奇 这感觉很认真 中西结合国际大拿这个肯定最难的 现在请各位领取我们的任务卡 帮你们的对手分配厨师 帮你们分配 这怎么选 你怎么知道那个菜品 我觉得宗哥肯定是适合胡涵 为什么 宗哥他很艺术 他对中西对吗 我也觉得宗哥的气质比较符合 参桌大分歧 我也感觉好像是 诚哥肯定想选良 因为心情对口 我觉得明天给大使的 就不要为难他们 对我们就给诚哥 对吧 首先咱们得根据咱们的饮食意义 来选 这是我们的女生命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三个人比较会做饭的 就是和超联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和超联 安排到一个比较 比较不适合的 适合这一次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他两个假如 他们遇到一个好厨师 他们不会做饭 OK 那就这样 然后你要记得我们的那一个 他们不喜欢吃内脏 他们喜欢盐味啊 所以素食的人 应该蛮适合他们的口味 会不会 大厨谭红波的两位徒弟分别是 王子义 孙怡 孙怡 素食 素食 我想做那个创意走错 我喜欢 我喜欢 耶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 大厨梁伟国的 两位徒弟分别是 何超联 李诚 我们专门给诚哥选的 我们专门给你选的 因为这北京人嘛 他们好善良 他们 对 我们这里还 我们这里还在 我们这里还在计算 你知道吗 怎么样把超联分配给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 大厨 胡涵的徒弟就是 刘维 吴尊 有可能这就是我们 莫名其妙的缘分 那接下来 请你们两两结队出发吧 出发吧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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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